这个地方曾经集齐了香港七大罪 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最多潜建的楼宇 最多无牌的医生 食肆工厂 最大的黄岛毒犯罪场所 最大型的清测工程 这个地方只有47,000平方公尺 平面的面积大概有4个足球场大 但容纳了超过5万人口 这个地方就在香港俗称三北馆的九龙城寨 今天我们就讲一下这个地方的前世今生 最早期可以追索到宋朝和明朝 朝廷在尖沙咀和茶谷嶺之间的一帝 建立了一种官户场的厌场 在旁边设置了一种官户债 方便一些军官去管理和居住 不过去到清朝 顺旨的18年和荒熙的3年 先后发出了禁海令和迁海令 将沿海的村民强迫迁去内地 令整个沿海变成一个无人区 但整条海岸线这么长 都需要派官兵去驻守重要的地方 而在清朝的新安苑 就设立了21座敦台 作为了望台之用 当时的九龙台就是其中一座 到佳兴的15年 大海盗将母仔投了航 基本上整个海面就静平了 而这个时间清朝就将九龙台升级 设立炮台 最主要防御的不是海盗 而是西方列强 去到渡江的19年 当时的两港总督林则徐 就吊水冠去九龙城寨那边驻守 最主要就是守卫那一带的海域 以及打击鸦片走私 而苦门少烟触发了鸦片战争 清朝战败 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 割养了香港岛 渡江23年 当时的王爷两港总督的棋婴 渡访香港和当时的港督布甸寨 听通商章程 为了令清朝更可以方便管理和打击走私 决定在九龙寨那边驻守 方便那些军官驻守 而在渡江27年 即是1847年 整个九龙城寨就正式建成 直到1898年 英国已展台香港戒指尊条 向清朝租借九龙以北的新界地区 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清朝的外交官李鸿章的历真之下 九龙寨城的管车局依然是归于清朝 作为清朝官员办公的场所 地位就约同于现代的外交领事馆 那时整个寨城大概有744人 多数是军官和他的从属人员 而在1899年的4月 港英政府就公布了如何去接管新界 而同月的14日 以平山镜舍为首的新界原居民 反抗港英政府的接收 爆发了新界的六日战 给了500个乡用 只有一个英军受到庆祝 结束了这场实力远殊的战争 英国人事后就觉得 为什么新界原居民去反抗 一定是清朝在背后搞鬼 所以在5月的16日 港英政府就派出了 王家威尔斯火枪队和100名炮兵 入侵了宰城 推广了里面的官员和家属 清廷就发出外交上的抗议 一轮口水箭之后 结果就应该撤出宰城 但拒绝了清廷接手的要求 令到宰城成为清朝永远不可接触的飞地 而这个地方就日渐荒废 随着清朝的灭亡 中国的动荡时务 令到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入香港 他们的落脚碟大多数落在九龙城寨 令到这个地方的人口越墜越多 港英政府为了开发九龙 曾经到我念头想拆了城寨 只不过在他打算动手那一刻 抗日战争爆发了 英军撤出香港 香港进入了日治时期 1941年到1945年 日军为了方便他的飞机升降 扩建了九龙城的劳津河 以就地取材的原则 就拆了九龙城寨的城墙 将它抹降住 而在二战之后 香港重光 有很多难民涌入香港 而在1947年 港英政府觉得 债城越墜越多 越来越混乱 是时候整顿一下 在1948年的1月 港英政府就派出军警 进入九龙城寨 拆了70家民屋 驱逐了2000多人 这件九龙事件就引起中方的不满 同身中国拥有九龙城寨的主权 要求英国政府通知港英政府 停止任何的拆签行为 警方就逼于中方的外交压力 港英政府又因为旅黄有压力 最终就不了了之 所以整个九龙城寨 漸漸变成没有网管的地带 俗称三不管 港英政府管不了 英国政府不想管 中国政府无能力管 在缺乏任何管制之下 整个寨城就变成一个罪恶的温床 这里聚集了黄倒毒 非法的医生 食肆 厂房 各类的潜建层出不窮 城寨由一个平面 沾沾向上发展 成为一个立体的空间 没有任何规划 街道合习 里面的光线是严重不够 卫生情况不堪任何 犯罪率都比其他香港地方为高 在里面生活 基本上环境很恶劣 港英政府不堪其妖 都曾经多次行动想收回整个九龙城寨 只不过受制于中方的反对 不了了之 虽然他没有管车权 但他也不时会派一些军队进去管一管 打击黑社会行动 最重要是 因为启德机场在附近 而飞机升降有个高度的要求 所以政府不时派出一些人去巡查 拆除一些超出高度的潜建物 以确保飞机的安全 直至1984年的12月 中英两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 处理香港问题 1987年 中英两国决定拆走九龙城寨 迁入里面的居民 而在协议里面 都将原本的债城改建成为一个公园 尽量保留债城原有的特色 而在1993年 这个债城正式拆卸 无论他们的友谊 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认为这个工作 是非常难的工作 在拆卸途中 在日治时期掩埋的债城招牌 都得以重建天人 这个赛博骰黑风的建筑物 完成了他在香港的传奇 今天时间就到这里 我是老鸣消防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